大家好 索马利兰是台湾和中国争夺的一个焦点 台湾现在和索马利兰建立了代表处 互设代表处 类似于建交 之前我报道过 中国方面也没有闲着 也要和索马利兰互相之间有一个经贸往来 台湾方面就很注重 很注意这个事 这个争夺战也开始了 最近台湾报道了农场农业 叫农业合作 中国与索马利兰农业合作方面的一个事 大家可以看看 中国和台湾在索马利兰争夺非常激烈 那么索马利兰农业部长穆明 9月1号宣布 政府与一间中国叫非洲农业发展公司 签署了投资协议 将在首都哈尔格萨 还有七边的瓦贾来 开辟约2000工厂的毕马农场 当时在场陪同宣布的 还有非洲农业发展公司代表穆萨 以及一位中资代表 穆明称这笔投资将为索马利兰创造至少200个就业机会 最高甚至上看2000人 他还表示这笔中国投资符合现任总统阿布迪吸引外资的政策 然而外媒质疑 明明索马利兰极缺的是蔬菜 农业部却没有说明为何要用肥沃的农地开辟对环境有害的毕马农场 这间非洲农业发展公司完全找不到以前的活动记录 宛如一张白纸 索马利兰的媒体更指出 穆明也是先前与索马利兰政府签署投资协议的新加坡思路索马利兰公司代表 当初声称会在当地修建炼油厂 借此改造并创造400名工作机会 但至今没有达成承诺 质疑若是先前的投资协定都没有实现 为什么政府还会再信任它与非洲农业发展公司 最后穆明面临外界质疑压力 赶紧在26号以研究人员警示毕马对土地有害为由 撤销了这项国际合作 但外界还是要求穆明下台 那索马利兰这个事我给大家说清楚 吉普提港是中国在海外的唯一的军事基地 靠近苏伊士运河恶守了红海的通道 这吉普提我去过 吉普提它是环境非常阳酷的 白天的温度达到50度 我告诉大家50度 如果30度 白天像咱们在国内的话 30度觉得外面好热 那个地区如果白天能达到30度 那还好凉快 你都那种感觉 30度还好凉快 50度白天 我告诉你 那个地区白天作息时间是上午11点 商店关门 全部关门 到下午3点 11点到下午3点 中间休息 不允许上街 商店关门 为什么太热了 容易出人命 下午3点到晚上9点才是什么 正常上班时间 所以那个地方到晚上9点还上班呢 政府机关也上班 所有的这个商店也开门 所以你可以看啊 他那个作息时间跟咱们不一样 就因为环境太严酷了 热 沙漠 我之前我在那拍过照片啊 给大家发布啊 老观众给我证实一下 我是去过吉布提的 那说到吉布提 咱们就看啊 这个索马利兰 索马利兰就在吉布提的南部 他有一个海港 和这个吉布提遥望啊 相对 那他这个吉布提港 对吧 对红海地区 特别解放军 吉布提港 对红海地区可以进行控制 对吧 索马利嘛 索马利海盗 他这个叫雅丁湾 可以进行控制 那台湾在索马利兰 如果有了驻军 有了一个军事基地 对解放军就是一个压制 美国想让台湾跑到索马利兰这儿 来对付解放军 而且啊 现在看来说是建立海军基地 这个已经是应该可以谈成了 正在谈 可能就是价格的问题 那这个敏感时期 中国又在这个地区 买了2000公顷土地 那你说美国人也好 台湾人也好 他怎么想 他一定要阻止的 你听明白吗 所以这一次土地买卖被叫停 背后的原因你就知道了 是政治人 很多是政治人 台湾在这个索马利兰的经营啊 未来可以看 如果他这个军港建成了 那美国就完全跳出来了 以华制华嘛 让台湾人去对付中国人 台湾人也非常高兴 他们会觉得非常高兴 但我觉得台湾实力够不够呢 得让台湾人自己去买 买军舰 或者是至少得有一个军事基地 装备台湾自己的一些 侦搜 一些这个车辆 战机 可能要部署到这儿 那这个就会和美国在 东非地区形成对解放军 这个吉布提军港的一个什么 一个包围啊 我觉得这个现在不是啊 并不是不可能 但是台湾方面也得想明白 也得想明白 你台湾 你跑到东非和解放军对抗 在跑到东非和解放军 特别你还和东非这个 索马利兰进行互认 然后互相之间建立军事基地 这个会不会对你台湾 自己也产生影响 这个台湾人自己得想清楚 谢谢大家